编译观察者网,张恒这两天,中兴被美国政府制裁成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但是,美国制裁的范围似乎要扩大了。 据华尔街日报4月25日最新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司法不正,在调查华为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制裁禁令,和伊朗进行了贸易。 报道称,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政府的调查具体指向哪个方面,华为也拒绝对此事做出任何制评。 但是华尔街日报认为,调查将极大的增加华为所面临的风险,目前,华为在美国的贸易已经遭到了诸多限制,如果形成了连锁反应,华为的海外生意将遭到重创,尤其是欧洲地区。 另外,因为美国政府的调查,华为在其他部分重要国家的合作伙伴已经开始变得越发警惕。 阿德福蒂斯·门茨报道称,美国政府对于华为的突袭可能再度加重本就已经非常紧张的中美贸易关系。 近期,特朗普政府还表态,美国如果想在位来领先通讯科技,华为是一个威胁。 除此以外,华为还是世界排名第三的手机制造商,仅次于苹果和三星。 消息人士称,对于华为相关的犯罪调查,是在美国商务部和财政。 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发出了正式的要求之后,方才启动的。 华尔街日报表示,司法部门先前并没有对华为产生很大的兴趣,但是现在的犯罪调查克里姆。 因而波隆被代表驻华为可能存在严重的潜在不当行为米康曲。 法律上来说,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可以下达行政处罚令和监管制裁令,直接针对华为公司。 如果调查最终的结果显示华为违反了美国出口法,公司还有可能面临近 一步的犯罪惩罚克里姆尔彭尔杰斯。部分可能后果是,华为将被强加一名公司监视波西申奥夫A科。 而波拉特莫尼特,而且涉嫌犯罪行为的个人还有可能被逮捕起诉。